2014年被抓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夏林 最近二审被法院改判有期徒刑十年 引起众外普遍关注 夏林的儿子夏崇宇正在美国读书 4月25号夏崇宇在弗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公共集会上 宣读了至中国政府的请愿书 当场就有上千名学生签名抗议中国政府对夏林律师的政治迫害 今天我们请到了夏崇宇 请他来讲述这一次请愿 夏崇宇你好 主席你好 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次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次请愿书因为是一个 我要是以一个信件的方式 要送去给中国大使馆 所以不是很长 主要内容是一个我的简单的自我介绍 还有我父亲的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介绍了一下整个案件的进行过程 就是从14年的抓捕 一直到16年的一审 到17年的二审宣判 然后主要是重点着重在二审宣判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停审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受到的不公正的基本人权的侵害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同学们 然后我的老师可以一起帮助我能够做一个这样的签名信 好 那在请愿书当中你所表达的主要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中国政府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 就是有一个公开公正的这个二审的庭审的过程 然后因为我们律师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证据 能够有力的证明我父亲的这个无罪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正规程序来证明我父亲的清白 很好 那么你为什么要利用这一次大会来宣读这个请愿书 首先因为我母亲在国内已经是和我父亲的这些朋友 在国内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都无果的情况下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事情能够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 然后作为一个美国的学生 我当然是在学校进行这样的宣讲活动 是对于我来说最方便的 那么这个请愿书你主要的目的是想得到媒体的关注 那你是否已经送到了中国大使馆呢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送到中国大使馆 我目前也还在征集签名 然后因为最近我们也是在这个学校的final week 然后学业比较繁忙 所以我可能会在下个星期考试结束以后 然后把这个信送到大使馆去 好的 那么当时你宣读了这个请愿书之后 现场的反应如何 现场反应非常好 我同学都非常支持我 那天是下着大雨嘛 然后大家都是积极的排队 然后给我签名 我们学校是基督教大学 也有很多学生 就是在向远里认出我来 向我表示说会支持我 然后会给我家庭祷告 那目前来讲收集到了多少签名 目前网上的签名和我纸上收到的手写的签名应该有三千多了 那你现在在美国读书你过来几年了 我是15年过来的 那你如何与你的父亲保持联系呢 我从我父亲被逮捕以后到现在我没有再见过他 所以我跟他没有联系 那你父亲近况如何你了解吗 通过律师有一些了解吧 有一些侧面的了解 他说最近的近况就是当庭宣判的时候说 我父亲其实他并不惊讶 还挺淡定的嘛 然后他也带口信出来跟我们说 让我们放心 他在里面不会有这个想不开的想法 不会去亲生 就是让我们放心 好的 感谢你介绍的一些情况 也祝愿你的父亲 还有你们全家都能够安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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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